咳扑中国 并担任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任职擅长肺癌的化疗、靶向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以及晚期癌症的姑息治疗 张兰君,肺癌单病种首级专家、主任医师、教授,现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主任 担任了中国抗癌协会胸外科分会创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肺癌外科学组委员等多项社会任职 在胸部肿瘤的外科手术治疗方面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内科的张丽大夫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肺癌的一些相关知识 首先我们看一下肺癌的发病 大家知道肺癌是目前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头号杀手 那么肺癌的研究也是最近这几年发展最快的一个流种 肺癌的发生主要目前认为跟吸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肺癌的吸烟患者明显的多于非吸烟的患者 那当然吸烟除了吸烟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包括了空气污染还有一些其他的二手烟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目前对于不吸烟的肺癌患者 发病原因可能跟吸烟的患者有所不同 因此无论是这个吸烟人群还是非吸烟人群 大家都要小心这个肺癌的发生 那么哪些情况会影响会提示我们可能会得这个病呢 我想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症状 希望各位朋友注意 第一个症状呢就是长期的咳嗽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如果在伴有血丝痰或者是咳嗽有血 那么这个可能要高度提示我们注意 除了这个以外 有明显的这个肺部的炎症 长期不能痊愈 或者说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等等 出现这种原因 大家要小心 主要考虑是不是会有肺部的疾病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发现出现这些症状 我们应该怎么去就医呢 我想可能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 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的影像学检查 目前我们比较常用的 主要还是用胸部的X光 胸部的CT照片等等 那么所以大家如果怀疑有这些症状的话 可能首先需要去看普通医院的呼吸科 或者是肿瘤医院的胸科或者胸外科等等 那么当然普通的体检也会帮助大家早期发现这些疾病 关于肺癌的诊断 我们要告诉各位朋友的是 首先我们要知道肺癌的确诊需要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需要影像学的检查 另外一方面需要组织学的诊断 也就是说光靠影像学是无法确诊一个肺癌的 那么影像学的检查主要是包括了肺部和上腹部的CT扫描 当然这个对于一些比较少见的情况可能需要做到MRI 那么除了这个检查以外 我们还需要检查其他的这个部位 就包括了脑的MRI和股扫描 那么这些通常是我们在这个肺癌的分歧里边需要做到的 那么如果发现了肺部的肿块 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一块所谓的组织学的检查 也就是确诊肺癌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类型 大家知道目前肺癌主要根据组织学类型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小细胞肺癌 另外一大类是属于非小细胞肺癌 那么最近这几年其实非小细胞肺癌 除了我们需要诊断它是非小细胞肺癌以外 我们还需要诊断它是哪一种类型的非小细胞肺癌诊断 还有就是需要明确它是哪一个基因型的非小细胞肺癌诊断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确诊了非小细胞肺癌以外 我们还需要搞清楚这个病人是不是是线癌还是灵癌 然后线癌的病人里面是不是有EGFR的基因突变 或者是奥克基因的融合以及Rose1基因等等 我们需要做所谓的分子分型 那么除了分子分型以外 我们还需要再做疾病的分期 通常情况下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能认为早中晚期 在我们临床上 我们把肺癌分成1到4期 那么一般来讲 1期跟2期我们叫做早期 3期就是所谓的中期 那当然4期就是我们说的晚期肺癌 因此我们大家明白 诊断肺癌我们需要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需要通过影像学来判断肿瘤的范围 那包括原发造的范围 淋巴结的范围和转移造的范围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需要做病理学的诊断 那么对于某一些类型的肺癌 我们还需要做基因型和组织学类型的一些诊断 那么拿到这些诊断以后 我们才开始下一步的治疗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肺癌的治疗的情况 就目前为止我们肺癌的治疗 主要的治疗手段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手术治疗 第二是放射治疗 第三当然就是药物治疗 那么通常情况下 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支持和维持治疗的 辅助治疗的一些治疗手段 那么手术治疗呢 我们下边有请我们医院的张兰君教授 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张兰君 我是胸外科主任和肺癌的首席专家 那么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呢 跟大家谈一下肺癌的外科治疗 大家都知道肺癌呢 是目前肿瘤的第一杀手 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是第一位的恶性肿瘤 那么大家就很恐惧 得了肺癌以后怎么办 那么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呢 我这里呢想跟大家谈一下 我们肺癌得病以后的治疗和他的一些 预后的问题 那么一个病人由于肺部的症状 或者一些各方面的不适 咳嗽 胸痛 咳血等等症状呢 在医院的被诊为肺癌 那么大家很恐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想呢从两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阐述 肺癌的治疗呢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叫分期治疗原则 也就是说根据肺癌本身的不同的分期 应该采用不同的治疗 我们把肺癌呢 用医生的医学术语来讲呢 我们是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 可是老百姓呢 他不懂这个TNM的分期 他们就会问医生 我得的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肺癌 那么这里呢就很难有一个更好的 老百姓的分期和我们TNM的分期 能做个比较 但是我可以通俗的给大家说 如果你是早期和中期的肺癌 也就是说我们医学上的 一期A到三期A的肺癌的话 是应该以采取 以手术治疗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模式的 那么如果呢是三期A N2 三期B 那么又要采取一个什么呢 是以综合治疗的模式来解决这个病人的这个肺癌的问题 那如果是个四期或者绝大部分的三期B的 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药物的治疗 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分期 同时呢我们要明确的一个病理诊断 因为现在的肺癌呢 从21世纪 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从组织学上分类了 我们说是小细胞肺癌 非小细胞肺癌 腺癌 磷癌 腺磷癌 等等 我们会说这个病人是不是伴有EGFR的突变 也就是驱动基因的一些突变 有没有AUK的突变 有没有KERAS的突变等等 而根据这些不同的基因的突变呢 我们又会采取一些不同的靶向治疗 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说 一旦你肺内出现了肿物 大家不要惊慌 那么X线或者是影像学检查 是我们肺癌筛查和诊断的第一步 一旦出现了肺内有些肿物呢 它并不仅仅都是肺癌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合球啊 炎性甲瘤啊 肺的取霉菌感染啊 等等的一些良性疾病 也会在影像学上被误诊为是一个肺癌 所以呢真正的肺癌的诊断 我们的经标准是病理学的一个诊断 那么病理学的诊断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弹枣 硫细胞 我们也可以通过支气管径的检查 我们也可以通过超生支气管径下的 淋巴结的穿刺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CT引导下的 细针的穿刺或者出针的穿刺 我们在去年的4月呢 我们在华南地区首次也开展了一个 电磁导航下的肺内的小节节的一个穿刺 那么我们这项技术呢 目前呢也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所以说一旦得了肺部的阴影或者是肿瘤 不要紧张 那么经过术前的病理学的诊断 明确了是肺癌以后 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塞查 比如说PCT的检查 投入的磁工症的检查 我们来确定这个患者呢 到底是几期 那如果是在37A以前 我想呢主要是以手术为主 手术呢我们分了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有传统的开胸 做肺液切除和淋巴结的清扫 当然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做微创的 也就是胸腔静下的肺癌的 肺液的切除和纵格淋巴结的清扫 甚至于龙突的重建等等 我们呢医院呢也引进了手术机器人 那么我们也成功的完成了 机器人下的肺癌的根治术 所以呢在目前来讲呢 我们的手术方法呢有很多 到底是采取传统的开胸做手术呢 还是做这个腔静下的微创手术 还是机器人辅助呢 那要根据病人本身肿瘤的一些特点 和他自身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这个病人心肺功能能不能适应 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肿瘤的大小 肿瘤的位置我们来决定一个笼统的来个精确的 这样的一个手术方案 并不是说所有的微创手术呢都是最先进的 那有些病呢它长在比如说中央型 无法用这个腔静下做切除 也需要我们去做这个开放手术的 那么手术本身呢最标准的一个手术呢 我们要遵循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最大范围内的切除肿瘤组织 同时呢最大范围的保留患者正常的健康的肺组织 那么要达到这两个最大 那么就要医生非常精准的完美的去做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术式呢 都是一个肺液切除加系统性的淋巴结的一个清扫 那么做完手术以后 病人会问医生我还需要再做化疗和放疗吗 那么我们根据现在的临床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呢 我们可以显示出在27A到37A以后 做了完整切除的肺癌患者呢 依然需要做四个疗程的术后的辅助治疗 那么患者接受了四个疗程的术后的辅助治疗呢 我们可以有5%到14%的患者 从术后的辅助治疗中获得生存上的获益 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 比如说37AN2的患者呢 他术后有淋巴结的阳性 特别是上纵格或者是N2的淋巴结的阳性的患者呢 也就是纵格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呢 除了标准的四个疗程的化疗以外 我们还建议患者可以采取术后的放射治疗 那么对于特别早期的患者 比如说17A17B 那么我们绝大部分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呢 是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治疗的 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有一个非常严密的 非常医充性好的一个水疹 比如说我们在手术以后的第一年 我们要求患者每四个月要来我们医院 或者在当地的医院接受一个水访 那么在术后的第二年到第三年结束呢 我们要求患者每六个月要到医院接受水访 那么术后超过三年以后到五年 我们要求患者每一年要接受一次水访 当然在这个水访期间 如果患者有任何的不舒服 比如说出现了头痛了 出现了骨痛了 或者出现了剧烈的咳嗽咳血了 那么欢迎病人随时要去看你自己 接受过治疗的医生 我们来排除有没有远处的复发 或者是淋巴结的转移 不要耽误了病情 所以呢其实得了肺部肿瘤 大家也不要惊慌 也不要恐惧 那么手术和我们的综合治疗 以及我们的药物治疗 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只不过呢 我们建议患者呢 越早期诊断 也就是越早期患者的生存 是会越长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一期的肺癌 你接受了完整的手术切除以后 你活到五年 或者五年以上的几率有多少呢 有将近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但如果呢你只仅仅是一个四期的肿瘤 那么你活到五年或者五年以上的几率呢 却不足百分之一 这一点呢就告诉大家 尽可能的发现了肺部的不适 要到专业的医院 或者是到综合性的大医院 去接受体检 去接受诊断 如果是诊断为早期的肺癌 尽快地选择手术治疗 那么如果很不幸 已经是一个晚期的 那我们依然有很好的方法 可以使病人得到一个生活质量 和生存期的一个改善 或者是一个延长 所以我想呢 今天呢 时间不多 但是呢我会告诉大家 如果你得的是一个肺癌 特别是一个17到37A的肺癌 手术治疗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所以建议大家 有咳嗽 胸痛 或者肺部不适 或者在查理中发现肺部肿块的时候呢 要尽早地到专业的医院 去接受检查和接受治疗 所以我想今天呢 就把简单的把肺癌的外科治疗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再次感谢大家 我是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胸外科主任张兰军 肺癌的首席专家 谢谢 通常情况下 早期肺癌 特别是一期跟二期 手术治疗呢 是我们主要的治疗方法 那么根据手术治疗的结果呢 还要考虑是不是要做术后的辅助治疗 包括辅助的放射治疗和辅助的化学治疗 那么到了中期的肺癌 我们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 还是靠这三种方法的综合使用 通常的治疗手段是通过新的 这个我们说的油导化疗 或者说新辅助化疗 也就是说先通过化学治疗 让肿瘤缩小 然后再来进行进行下一步的手术 或者是同期方化疗 这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 当然也有一些病人可能需要同期方化疗 甚至有些病人需要手术后的辅助放疗 或辅助化疗等等 那么对于晚期肺癌病人 我们目前主要的治疗呢 是靠药物治疗 也就是我们目前说的化学治疗 那么最近也有一些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都是属于所谓的全身治疗这个领域的范畴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化学治疗 那么化学治疗呢 主要是用化学药物来杀死这些肿瘤 因此呢 它通常是一个所谓的抗增值的治疗 也就是说谁长得快 我杀谁 选择性可能会比较差 那么分子靶向治疗呢 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治疗手段 它主要是根据肿瘤的特殊的基因的改变 来治疗一些这个肿瘤 那么通常情况下 并不是所有的肺癌病人都能够选用分子靶向治疗 往往你需要做分子靶向的检测 如果你有这个靶点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用相应的分子靶向治疗 来治疗肺癌病人 因此分子靶向治疗可能只适用于一部分病人 那么另外还有所谓的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其实是最近一两年兴起的一个新的治疗方法 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完全的上市 因此它还是一个试验性的治疗方法在国内 那么说到化学治疗 我们说没有分子靶向治疗的这些病人 可能化学治疗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一个选择的手段 那么当然我们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即使那些有分子靶向的肺癌病人 尽管你用了分子靶向治疗 并不意味着你将来不需要化疗 如果这个分子靶向耐药以后 化学治疗可能还是一个必须选择的一个治疗手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目前晚期的肺癌病人 无论你是有分子靶点还是没有分子靶点 可能化学治疗都是一个治疗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有分子靶点的话 那么你可以多了一种治疗选择 所以这一点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了解